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是任性总哥 就在今天晚上 原神进行了3.0的前瞻直播 而在前瞻直播之中 我们总算是知道了很多我们此前不能知道的东西 首当其冲的是原神3.0的角色 起愿卡池的信息 首先受到了冲击被曝光了出来 让人非常异常意外的是提纳里居然跟钟离的复刻同时在3.0的上半进行 因为提纳里他本身是一个蓄力工 所以绑定钟离这种护盾型的角色 也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 目前从官方释放出来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提纳里在不释放元素战绩的情况之下 所需要的蓄力时间是非常久的 而刚入坑的玩家们多半只有提纳里一个主C的情况之下 提纳里释放完三发蓄力速度跟夜兰的破局是差不多的蓄力之后 接下来蓄力会是异常的缓慢的 相比起干预极限1.6秒的蓄力时间 提纳里的正常蓄力速度将近三秒钟 没有钟离的保护的话 想要正常的完成 变成蓄力可谓是异常的艰难的 所以提纳里跟钟离的这个组合可以说是非常的合理了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在宣布卡斯的同时也马上宣布了提纳里是常驻五星角色 将在3.1进入原神的常驻起愿池 在过去几个星期 我看到视频的评论区有这样的热门的评论 董哥你在七八个月之前曾经这样预言过 原神的第一个草系角色在数值上面可能会给的非常的保守 以此来一边测试收集新的反应的数据 以便后续新体系的设计以及数据参考 没错 我确实在半年多以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所以打从一开始你们就能够在我往期的视频之中看到有不少评价提纳里的蛛丝马迹 但是老实说 第一个草系的五星角色直接设计成常驻五星还是稍稍让我感到了有一点意外 因为原神过去曾经有过给限定角色也数值给的很保守的先例嘛 所以我就先入为主的认为就算限定角色数值给保守了也不奇怪 不过逻辑是摆在这里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件双雕的决定 稍稍有点意料之外 但是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随后原神官方同时也宣布了下半的卡池 同样非常让人意外 是甘雨跟珊瑚宫星海同时搭档走下 水冰二人组可谓是萌新玩家们的保姆了 动阶反应在开放世界向来都是表现相当优异的 甘雨是原神目前唯一一个具备远程对群能力的组C 在复杂的地形下 攻击能力是极端的优秀的 而珊瑚宫星海则是不需要任何的代价 就能够进行治疗的奶妈 与此同时 大范围持续的上水能力也是他的标志之一 原神的官方选择在3.0这么重要的时刻 选择了这三位角色的复刻 在逻辑上其实是说得通的 就在今天早上群里面一位群友给我发了一份截图 有一个平台去做了一个统计啊 是那个什么小助手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微信看一下 投票的主题是原神里面 你抽了之后感到后悔的 限定角色都有哪一些在回收的超过7万份的投票之中 原神总计19位限定五星的角色 甘雨排名第16 新海排名第14 而钟离更是排名第19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直观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那就是甘雨是倒数第4 新海倒数第6 而钟离更是倒数第1 7万份的样本还是比较大的 在米哈游那边当然肯定会有更加详细的数据 旅行者们作为一个整体 哪些角色在游戏之中使用的比较多 比较平凡 他们肯定是有数据的 在哪个版本入坑的玩家们倾向于留下 他们更加是知道的 所以结合民间的统计 我们也可以看到 米哈游官方在3.0安排的复刻卡池 是充满了打算以及理性和逻辑的 值得一提的是 风源万叶在这个投票之中 同样高举第17 并且是倒数第三 在3.0开放的这一条线的前后 米哈游连续安排了这四个角色的卡池 就由此可见 这些安排绝非随机的 随后原神官方在直播之中也介绍了合成台的新功能 所有在1.2之前的剩余物总是在1.2之前的剩余物 算是可以进行三合一了 尽管在画面上面有很多剩余物并没有被显示出来 但是根据官方的说法 魔女套以及四兵套肯定都是在其中的 我换一个说法 原神在1.5登场了两套新的剩余物 分别是苍白四件套以及千元四件套 以这两套剩余物作为界限 往后所有的剩余物都不能再合成台合成 而除此之外全都可以 这一切无疑会加速玩家们的剩余物毕业速度 尤其是充满了争议的度火本 在这一次更新之后将会彻底成为历史的眼泪 同时在这一次前瞻直播之中 官方展示了3.0的两套剩余物 分别是草原树的四件套 以及精通套 精通套的效果非常简单 只要是精通是有效词条的偏向输出型的角色 使用精通套都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目前而言根据我朋友的朋友不知道哪里来的数据的提前计算 不管是公子还是胡桃 使用新的剩余物都是几乎没有提升的 而我想大家都不意外的是 这一套剩余物实际上是非常的不适合风云万叶的 因为万叶比起 输出型的角色更多的是辅助型的角色 没了四封套的减抗肯定是一种不提升的 而另外一套草四肩套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看到有不少玩家甚至在开发什么草四中离的玩法 因为他的触发条件是元素战绩命中敌人之后可以使目标降低30%的草原素抗性 这个触发的条件跟前沿四肩套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确实中离是可以触发四肩套效果的 关于更多的分析暂时不着急 这些我会在后续 视频跟大家一起详细分析 感兴趣的不要忘记先点上关注 在前瞻直播的最后 原生官方也宣布了在后续的几个版本 将会对行程进行调整 每个版本都会缩减一周的长度 我曾经在2.6宣布延期的第一时间就发视频这样分析过 米哈游肯定会缩减某些特定的版本 以此来确保后面的行程不要受到干扰以及打乱 结果让我非常意外的是 他们直接选择在2.7以及2.8原地躺平 让我大跌 眼镜 现在看来米哈游似乎并非不想调整 只不过是这个反射弧啊 稍稍有一点长 3.0 3.1 3.2都会缩水7天 呵呵 我相信有很多玩家其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 首先关心的是你时间缩水了 原时会不会缩水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特意去注意了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然后主持人们的说法是这样的 虽然是缩水 但是我们确保每个版本内的玩法并不会缩水了 会受到影响 我确定他们是并没有提及到奖励相关的东西的 所以我建议关心这方面的玩家 最好首先把期望放低一点 事实上神里灵华的卡池延期21天 我相信对于很多玩家而言绝非坏事 因为你们得到了占夜兰的大保底的机会 对不对 从结果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不亏的 但是我觉得原生2.8后半段这么涨草 为什么不干脆在下周提前上线3.0呢 而是选择在一个新的国家开放之后的三个版本进行缩水 或多或少都是让人有一点觉得哭笑不得的 好了 今天关于前瞻直播的总结以及资讯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发表友善参与热烈的讨论 以及三连关注董哥的频道 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